大家好,冬天天气寒冷,正是吃包菜的季节。 很多人在家炒包菜的时候,都是直接下锅炒或者是焯水。 那你就做错了,难怪炒出来不好吃。 今天我就把饭店大厨炒了三十多年的经验分享给大家。 清脆爽口,好吃又入味。 首先我们准备一颗包菜,用刀从中间对半切开,一分为二。 再把包菜切成粗粗的细丝。 切的时候最好切的粗细均匀。 这样既好看又好吃。 切完之后装入祖传大碗中。 加入188粒食盐。 我们在炒包菜的时候,千万不要直接下锅炒。 炒之前先提前给它腌制一下,吃起来的口感会更好,更脆,更入味,用手抓拌均匀腌制十分钟。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根红色的胡萝卜。 胡萝卜分为两种,有黄的和红的,红色的胡萝卜营养会更加的丰富,而且口感更好。 先切成薄片,再改刀切成细丝。 切完之后装入盘中。 下面再切点小料。 一小块生姜切成姜末。 几半大蒜剁成蒜末。 几颗小葱切成葱花。 切完装入小碗中备用。 这是我提前用温水泡发好的粉条。 咱们将它控水捞出,放在菜板上,用刀给它切上两刀。 这样在吃的时候就不会太长,方便食用。 加入一勺食用油给它翻拌均匀。 再倒入一勺老抽上色。 这样粉条看起来更加的有食欲。 同时再炒的时候也不会粘连在一起。 这个时候包菜已经腌好了。 看一下包菜明显已经变软了。 倒入不要钱的清水,把包菜清洗一下。 这样吃起来不咸。 洗净之后攥干水分装入盘中。 下面准备一个空碗。 里面打了两颗刚刚顺产的鸡蛋。 用一双黑色的筷子充分地给它搅匀。 锅中倒入少许的食用油。 油热以后倒入鸡蛋液。 把鸡蛋液煎制定型之后, 咱们用铲子快速地给它翻炒均匀,炒成大块。 炒熟之后盛出备用。 咱们在炒蔬菜的时候,锅中最好放入一勺猪油。 虽然没有放肉,但是吃起来有肉味。 接着再放几粒花椒。 不喜欢也可以不放。 把花椒炸香之后,控油捞出来丢掉不要。 然后再放入切好的葱姜蒜、干辣椒爆香。 接着放入胡萝卜。 因为胡萝卜不容易熟,所以提前放进来翻炒一会,再放入包菜。 翻炒5678下炒出香味。 一定要开大火翻炒。 我们在炒青菜的时候,千万不要先放盐,不然很快就会出水。 把包菜炒香之后开始调味。 加入88粒食盐,58粒鸡精,少许白糖,再来一勺蚝油。 其他的任何调料都不需要放了,给它翻炒均匀,翻炒至入味。 倒入泡好的粉条和炒熟的鸡蛋。 翻炒30秒,炒出锅气味。 出锅前沿着锅边淋一勺香醋。 继续翻炒5678下就可以出锅了。 亲爱的家人,视频都看到最后了,如果你的手机还有电, 麻烦动动你发财的小手,帮我点赞转发一下吧。 你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,非常的感谢。 用我这个方法炒出来的包菜,不仅好看,而且还特别好吃。 无论是搭配米饭或者是面条,一次三碗都不够吃。 包菜经过腌制之后,吃起来清脆爽口。 就连我家挑食的三个女儿隔三差五点名就要吃。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,在家试试吧。